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人生第一台的桌上型電腦 這一台是沒有人想要買的X299平台 那為什麼我要買X299平台呢? 我要買的這顆CPU是i9920X 在國外的網站看了怎麼樣都要1300元美金 怎麼樣換算台幣都要4萬塊 但是我在台灣買只要22,290元 出乎意料耶 我第一次買過3C產品 台灣比國外還要便宜的 所以我就開心入手這個X299平台 i9920X12核心處理器啦 接著我們來分享電腦裡所有的東西 我們要來分享所有的優缺點 跟需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個人的一些小小心得 第一個我們就來分享電腦裡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電源供應器 這電源供應器的風扇真的超級安靜 還有這個電源供應器是全模組化的 線要裝多少就裝多少 整個非常乾淨又整齊 這個750W的電源供應器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兩個8PIN的電源線 可以插在主機板上 還有四條6加2的PCIe 可以插我的GPU 給它插好插滿 我在網路找了好久 好像沒有一個750W的電源供應器 有附給你兩條8PIN的線 接著我們來到CPU i9-9920X12核心的部分 那這裡有一個CPU的測試影片 有興趣就看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是 它沒有內顯 所以你一定要接外接顯卡 那我覺得這不是大問題 因為正常人應該都會加外接顯卡 第二個就是這個CPU超到幾趟 它只要超頻到4.5超一點點而已 隨便跑個圖就九十幾度了 我目前水冷風扇只有兩個 那要看如果之後可以升級的話 如果變成三個的話 應該可以超頻超更多 但是目前就4.5 接著這個CPU的快取非常大 是19.25MB Meg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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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這個12核心的CPU拿來看YouTube 肯定順暢無比 接著就是來到GPU RTX 2070的部分 那這裡有一個GPU的測試影片 那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這是我舊的工作筆電 那它裡面裝的是1060的筆電顯卡 那 2070就真的非常明顯的變快 如果你剪影片啊調光 加多幾個圖層 這個就是順暢無比 反正就是快到爆 接著我買了兩根16G的記憶體 那這個X299有支援雙4通道 所以你可以插8根記憶體 128G 但是我現在缺錢 所以我買了兩根16G而已 等我之後有錢再把它插好插滿 接著我們來到了SSD的部分 我在裡面裝了兩根M.2 一根是我從筆電拿出來的256G Toshiba 還有一根Intel 2T的M.2 那為什麼我要裝這兩根呢? 因為沒錢 希望之後有錢的話可以買更快更好的Samsung M.2 接著下一個就是我們的主機版 SuperMicro的PG300 我看網路評價都還不錯 有四個PCIe 3.0 多到爆 你可以擴充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 音效卡 集區卡 什麼卡 全部插上去 主機版後面有10G的網路 雖然我用不到 還有伺服器等級的U.2我也用不到 這主機版上面的音效晶片超棒 聲音超乾淨 不像筆電就會有一點底噪在下面 這個完全不會 而且它支援7.1聲道 那... 當然等我有錢再買7.1聲道的喇叭 那主機版上面的M.2散熱也超棒 還有它整個BIOS超頻也超簡單 唯一的問題就是它的風扇控制 永遠都是全速在跑 我怎麼樣都無法設定這風扇的速度 這個問題讓我非常頭痛 接著我們來到機殼的部分 這個機殼我超愛 雖然它的價錢很便宜 但是它的品質非常非常的好 它的金屬都沒有任何的銳利邊角 它的外型也很酷炫 而且特別的是它前面完全沒有擴充的槽 可以讓你插東西 什麼燒錄機 你要加的硬碟 通通USB解決 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它的開機鍵太爛了 就是會按下去結果它彈不起來 最後一個我們來到水冷的部分 為什麼我會買水冷呢 因為我爸告訴我說水冷很安靜 但是...吵死了 雖然原本買這個水冷附的風扇風超強 散熱也超好 但是...吵死 風扇吵啊 水冷Bump也吵 就是...吵到你頭都快炸開來 所以我買了兩個小的靜音風扇 但...還是吵 可能因為X299的CPU就是這麼燙 一開機 全部的風扇全速在跑 希望我之後有錢的話 可以買Nuxua的靜音風扇 OK這就是我人生第一台亂七八糟亂裝的X299平台的桌上顯電腦分享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亂七八糟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now we'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